这是1945年日本光盗核爆后的真实影像 核爆先后造成27万人死亡 整个城市片刻间化为焦土 犹如人间电雨 核爆中心的所有生命直接原地蒸发 而爆炸产生的刺眼强光致使上万人失灭 甚至眼球被消融 即使侥幸逃过一命 也因为放射性而罹患各种疾病 数万名日本人在重症折磨下早早死去 核爆过后 美军派来调查组 镜头中是核爆中心的一处桥梁 桥面上可见人体气化后留下了痕迹 原子弹致死的速度如此之快 疼痛甚至来不及反应 就变为一流尘埃 而较远处的日本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只见一处轨道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 烧成黑炭的人体 可想而知他们死多么痛啊 尤其是这个探出身子的人 即使隔着屏幕也令人不寒而栗 镜头中是医院正在救治核爆后 他们的皮肤大多因烫伤而溃烂 这位女子背上的痕迹 就是医务顺时间灼烧见身体的证据 而这名男子伤势就更重了 可见他的头发几乎被烧光 耳朵也因此变形 脚伤和手上都是大面积的伤痕 由于气道和食道被高温灼伤 他们连近视和呼吸都异常艰难 在医院里 所有病人的神情都透露出无助和绝望 然而这还不是罪令他们绝望 由于遭受了严重的核辐射 他们的皮肤屏障会一点点溃烂坏死 细胞新陈代谢能力逐渐减弱 煤系统也会逐渐崩坏 最终被长久的病痛折磨致死 而最近日本向大海排放河污水 势必会给整个地球生物 带来巨大的灾难